狂一笔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做对方向赚人钱 做错方向钱被赚 顺势而为 真好为 逆势则非常难为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全市场只有财富指挥官的节目 在9月28号 如果你连续看这几天 甚至你是一直看我节目的朋友 整个市场只有我非常坚定 而且为什么要坚定 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次很严重 最早跟各位警告 这个行情真的发生了 所谓的整个结构均线下弯的现象 而且还正式的跟你讲说 想办法换个方向你就会赚钱 因为做错方向钱被赚 因为逆势而为很难为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来没有时间了赶快解 注意大家第一句话会说 跌了950互跌了 全市场都支撑支撑支撑 上个礼拜五还没到 也在跟你讲支撑 然后礼拜一又说 美国股市反弹 所以我们一定会反弹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又跌了162点 这叫做反弹吗 大老师傅 我今天来第一件事先跟各位讲 我相信所有包含你的分析师 你现在可以拿我的话 去问你的老师 老师你怎么还没有停损 为什么指挥官说 柜台指数先破底 柜台指数代表中石户代表人气股 大家都知道什么这种所谓OTC的指数 这代表人气 它已经领先破底了 所以明天16248这个低点 我第一个跟各位讲这个低点 我跟各位讲说这个可能守不住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等一下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股票 早就已经跌破了8月20号的低点 各位看一下8月20号在这里 8月20号的低点早就已经跌破了 早就已经跌破了 各位看到没有 4961看到没有 早就已经跌破了 然后顺便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只要行情这个指数一旦向下的时候 最弱势的股票 最弱势的股票一定跌得比人家快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又亲眼看到 我告诉你的这些股票 一档一档通通都是跌停板 而且我跟你讲说 货柜山雄可能是最危险的 注意哦 你说老师你讲话这么武断 别的老师都说一定会反弹 我说你要怎么弹啊 来 这个叫做扣底 我相信你也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你的老师了 那么前两天我跟你讲 半年线从这里开始往上扣底高点 所以半年线已经下弯了 季线 9月28号先讲季线 季线第一个下弯 季线扣底这边的高点 扣底的意思就是现在的指数 扣掉以前的指数 那么假如说这个均线是减小 减掉的数字比较大 加上的数字比较小 就会下弯啊 月线扣底在月的高点啊 连五日均线都扣底在每一周的高点啊 你没想过一件事啊 这所有的均线全部向下 好歹只有年线啊 还向上耶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这边有支撑 但是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如果告诉你16248 16300 16400 16500 167 17000 反正每天都会找支撑 那就是错的 好歹你也必须要看到 这个才比较像个支撑啊 我只能告诉你 均线以这边来讲的话 是比较有支撑 到时啊 你一定会听到几句话 跌出量就会反弹 请问这个量是谁的钱 是你的钱啊 来 杨明呢 再往下跌 假设有人 我今天早上就有人听到这样讲 杨明再往下跌一支停板了 就会反弹 那已经跌两支 再跌一支你受得了 这都是不好意思讲 这是空口说白话嘛 长龙再跌一支停板就会反弹 都已经跌了两支跌停板了 从这里算啊 我还不是从上面算耶 早就你已经快要断头了 到时最后跟你讲 跌到断头就会反弹 问题断的是谁的头啊 是老师的头吗 是客户的头吧 是你的头吧 那我问你 你参加一个老师让你跌到断头 然后告诉你说跌到断头就会反弹 那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那叫后知后觉 所以你参加后知后觉的老师 真的帮不上你的忙 只有参加均线扣底 均线扣底这个指标 才是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领先指标啊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你说老师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一件事 能够做多我一定想办法做多 不能够做多的时候 你看我们看1905好了 最早期滑指反弹 后来呢南方反弹 上个礼拜是不是都在讲这种股票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只要到了空头啊 空头还是会有所谓短线上涨的股票 但是下跌的股票比短线上涨的股票会多啊 中长线的空头啊 比短线的短线多头强啊 做空比较好赚加码空也赚啊 所以多头跟空头是怎么样做比较好赚的 而且请各位 只要有空有补请放心啊 你现在上面这个都还没做到 有多有卖请安心啊 所以你的老师连上面那个都没做到 我实在是觉得要好好加油 请你到我们这边来 该弃暗投兵就弃暗投兵 你跟着错的老师继续做下去的时候 刚才跟你讲了顺势操作赚人钱啊 逆势操作钱被赚 特别是行情转下来的时候 请你注意 跟对人就是空到历史最高点 我不怕人家来问啊 请问一下我万海跟长龙 7月6号那不是历史最高点 那是什么地方你告诉我 顺势而存逆势必赔啊 各位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证明 全市场到了万 到了343块附近的时候 314块 通通都在喊万海要大涨 那么到了7月6号的时候 233块都在喊什么 长龙要大涨 对不起 我带我的家族成员是放空的 而且今天呢 不用再讲太多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呢 这几支股票也同时的 对 等一下再一起看 同时的又跌停板 所以你等一下帮我一起算一算好不好 注意喔 跌停板10%也是钱啊 所以呢 请你注意 我一直跟你强调说 我会带你空股票 抢帮你去空他的一个历史最高点 跑去哪里了呢 来这里 跑去哪里 没关系 请问各位一件事情啊 来 这是不是历史最高点 可能喔 我必须要这么形容喔 我只能这么形容 高价虎的朋友看一下 放空也能赚 而且各位看一下 我觉得啦 这里已经全部补满了 过不去了 礼拜五的时候跟你讲 这一支股票空在历史最高点 那么长龙会这样跌 你要小心他的月线也会往下跌 我想名字都让你看 二四三六 所以做对方向 你就跟做空 做多也是一样啦 做多也是一档接一档啊 做多也是一档接一档啊 那么做空也是一档接一档 这样子一直往下做 而且一定有理由啊 你想想看长龙阳明万海 都跌成那个样子 其他股票都能够不跌 你不是说他们基本面最好吗 你的老师讲的呢 你老师说万海阳明那些 一赚就三十几块钱啊 然后现在的奇怪 现在说哎呀 台阳比较好啊 他更好像是有人说台阳可以放空 台阳没有空单啊 拜托一下好不好 假空头不要乱喊一通 奇怪 0.48的 比这个赚十五块钱的好 你的老师自己 你先问你的老师为什么嘛 为什么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下游已经跌了 上游还在涨 那我不好意思讲说 那就等你啊 所以股票市场是哪一边的趋势成型了 你可以在那边等 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年轻朋友 还有甚至啊 在做股票的朋友看过来 这本书的背面我一直找不到了 因为当时没有照相下来 这本书背面第一句话叫做先学买之前啊 那么我要买股票之前先学卖啊 听到没有啊 巴贝特不是最 股市会卖才是师傅啊 巴贝特不是最会买股票的人 因为他钱很多他可以乱买 但是每一次在高点的时候 他都知道怎么退 所以未买之前能够卖掉的话 你才能化危机为转机 甚至反手放空来赚钱啊 各位看到没有来注意一下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 这波行情跟到人能够全身而退 甚至反手放空的人 我们是真的有功夫 真的有办法 对不对 放空形态学与基本面 我不是那个放空三年 结果让什么股票掉下来 随便乱喊一通的啊 现在投资朋友9月28号 有没有告诉你均线扣底往下了 9月28号告诉你说 我要空了 没错了啊 航运股在这里看到了没有 没错吧 如果连钢铁股空也是赢啊 不用管了那么多 减少持股也是叫你放空啊 唯一能做一点消费股这样是不是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还有资产股 资产股不讲了啦 来 先行减码四个字够大了吧 够大了吧 我想我做股票一定讲证据 我在节目上一定跟你讲证据 9月29号跟你说半年线也下弯了 今天跟你讲的包含了短日军线也全部下弯了 各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各位看到没有 9月28号的时候我跟你讲说我的空单已经来了 我已经有空单了 我已经跟你讲我有空单了 叫做台华投控 我已经跟你讲台华投控今天又跌停了 注意哦 我前面没去空台华 反正我就有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 当然这些都可以啊 既然台华会跌的话请问一下 阳明不能跌吗 恭喜我们家族朋友啊 阳明韩国瑜三雄躺平 还要续报哦 注意哦 跌完了没 恭喜空单大胜 韩国瑜三雄躺平 续报哦 跌完了没 我记得礼拜五才刚开始跌 就有人说不要听黄静泽的 会不会三雄基本面很好还会再涨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请你注意一件事啊 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那么就要请你知道啊 其实一个股票有的时候 在说出梦想的时候 那个梦想什么时候 拜登说什么大内需建设的时候 股价就涨上去了 我说这个股票 拜登在说大内需建设的时候 大内需美国需要很多的钢铁 很需要的很多的航运 就飙啊飙啊飙啊 讲完之后呢 真正开始实现 你说老师那个时候没有EPS 现在有EPS会怎么跌 我是不是跟你举过这个例子 我说很久很久以前 这几年啊 民国这里 来民国85年的时候 85年我当老师了吧 看一下好不好 85年这一刀 85年这个看到没有 农林宣布啊 他要在日月潭做一个开发计划 股价就先反应 这个才对啊 打不对 股价就先 早去打了 去死我 来这里再 96年啊 股价就先反应上去了 现在呢正式在盖的时候 反而不会动啊 所以股票市场都会反应在前面 懂我意思了没有 我想我先把航运股讲完好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航运股是不是62% 7月6号你追到最高点的时候 当时占成交比例62% 当时的一个 整个一个成交量是7000多亿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不对了啦 全市场都跑来买航运股怎么会对 全市场都跑来买航运股怎么会对啊 全市场都跑来买航运股怎么会对啊 那还不叫做最后一只白老鼠吗 我现在话也跟你说得这么明白了啊 那还不叫做最后一只白老鼠吗 刚才另外两个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看这里直接快一点好了 来 断音断音断音都跌停了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啊 这就是股票市场 你的老师带你去做最后一只白老鼠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一定要赶快离开它 因为它现在已经层层层层的套牢了 它不可能跟你说真话 它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现在的一个情形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请你赶快来找我们 因为我真的是想帮助你 那至于我常常讲一件事 你做完之后你到底要不要跟我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把你现在手上套牢的股票 或是把你手上的现金做一个整顿 以免啊 刚才我不是讲过吗 人家不是说要跌到什么 自己整顿容易被人家断掉好 断掉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钱 我真的是来救你的 我是直接讲那么直接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 真正在帮忙的财富指挥官 而且顺势操作那么会赚钱 逆势操作钱被赚 化为机为转机 周周勤勇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提财股人气股 涨停涨停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武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活力 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周周拼价差业绩股提财股人气股 涨停 涨停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武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涨停板 分担活力 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 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再请各位来看一下月线 那么不要说黄敬哲老师没有告诉你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叫黑K啊 这叫黑K 对吧 这叫黑K的量 有没有觉得黑K的量长得比较高啊 红K的量长得比较矮啊 然后排成一列啊 那表示怎样 卖的比买的多 卖的比买的多 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注意哦 这就是标准的黑K量大 红K量小 标准长期 这是月线哦 长期成头的状况哦 你不要再把那个8523点 当时 哇 怎么涨怎么涨 就这段时间你不管参加什么老师 你都糊里糊涂都会赢钱 就觉得 结果我就参加他有赢钱 没什么 大盘大涨这么多 大盘大涨这么多 接下来你没发觉 这一段时间里面 这一年下来你会发觉 好像开始变得非常难赚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看我的节目 我就必须要这么形容了 请你注意 该下车我一定会告诉你要下车 因为已经 这个盘本来就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涨了 知道吗 超过这里才可能会赚钱 涨上去跌下来 涨上去跌下来 哪怕他也是涨上去跌下来 涨上去跌下来 这个都不想跌到哪边去了 就不会赚钱了 所以追下去你就死定了 对 还有这个 涨上去跌下来看到没有 来 七月六号有没有告诉你 七月六号以前你看不到我跟你讲空这个字 我就直接告诉你 因为我知道必须要时机成熟跟你讲 你才听得下去 要不然我一月份就跟你讲说 今年可能会慢慢转空你也听不下去 我要等到九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九月二十八号跟你讲的时候 你才会慢慢相信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 注意哦 接下来开始放空 来 我就跟你讲这件事就好了 我让你去查没有问题 现在还有人准备要去公会 叫我写报告 没问题让你看 看清楚一点 全市场就我一个人空 我就直接告诉你 查讯息 叫我们总经理去讲都没问题 我敢坚定地告诉你 亲爱的投资朋友 ㄎ下来的时候八九只停板 亲爱的投资朋友 各位看到没有 ㄎ下来八九只停板 加上这几天还两只三只 一直在加 你看今天是不是还是照常跌停板 去查 没问题 我手上真的有航运股空单 我的会员不是我啦 我就直接告诉你嘛 然后呢 欢迎你去队好不好 四月二十九号的传真稿 改过一个字 我也下台一鞠躬 我就这行我就不干了 我就不做了 反正我也没那么喜欢做 有些客人讲半天他也不听 就像很多人就像你啊 跟你讲要跌啦 不要啦老师 人家说什么 友达呢现在要开始用本益比算啊 结果咧现在怎么办 从三十五块跌到十七块 我几乎每次都这样告诉你 你还是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 来联发科老师也很好奇 这么好的成绩单还怕你不买 还发十六块四月十九号 不会啦老师 我那天看所有的人都写说 连发科一千一百八十五块 发十六块给你是最好的事情 这是好事吗 从这个一八我跌到八百九十二 比十六块多太多了吧 所以我常常讲说 有的时候你要去想清楚 发鼓励给你不见得是好事啊 比如说老师 这个阳明 万海阳明长龙 说明年可以赚三十块钱 好啦我问你一件事 从三百五十三减三十多少 三百二啊 你领了三十块这已经是跌了超过多少 三百 跌了一百六十五块钱啊 你领三十块跌一百六十块有什么意义啊 你领三十块 三十块都给你好不好 他不要给你扣 不要给你保留盈余 通通送给你好不好 假设你认为是三十五块 三十五块可不可以 你没想过跌多少 跌多少去了 在什么时候告诉你说他可能会赚三十块的 你去想想看就好了 跟这个一模一样吧 来 请问一下 做股票他要回党的时候 你不要去管他了 管他什么这个股票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上市公司的老板也是为了赚钱啊 顺势操作才会赚钱 逆势操作钱被赚 有没有警告你 我很想拿这个去表框欸 而且各位来看一下啊 很多人真到现在为止 我不晓得怎么去再讲下去了 来来来来 弄到最后连自救会都跑出来了是不是啊 连自救会都跑出来了 我说你投资股要弄自救会干什么 早一点自己知道要走就好了 先教各位一招 8月20号在这里对不对 大盘破底了没有 我们今天是来讨论8月20号要不要破底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也没有胡你 请问一下柜台指数有没有破底 假设柜台指数破底明天会不会破 大概差不多 我只能这么形容 至少柜台指数的显示是这样的情况的 OK 来不管那么多 好大盘还没破底 请问天狱有没有破底 砰 那你怎么可能去加码呢 我问你一件事啊 对不对 请问一下敦泰有没有破底 而且不知道要停损那才更厉害啊 你跌破了150块钱你就要停损啊 大盘没破底你一个人一直破 这叫做什么 弱势股嘛 对不对 同样的 破8月20号就应该要停损啊 连羊也跌了十几% 万顿也跌了十几% 同样的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很清楚啊 这跌24块钱 威智 金豪科 你不要说老师 你做空我看你好讨厌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喜不喜欢看你自己决定 因为如果你是碰到我 起码472块可以卖掉 那时候你省72块 你碰到我45块 对了457块可以卖掉 你现在又跌了57块 这叫被动元件 看清楚 华兴科被动元件 8月20号应该在这里了 在210块 现在剩146 我长只有半个小时 我没办法跟你拐弯磨脚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这边没有的话 你会觉得真的舒服很多 真的快乐很多啊 这表示你怎样 表示你的老师完全不会停损 连停损都不知道 还有呢 停损不知道 还会到头过去追啊 对不对 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 来 8月20号在这里吧 8月20号忘记 8月20号在这个附近 他反弹回8月20号的高点 你还真的拿去 就去追啊 你看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你看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像这个 早就有离8月20号 不要到哪里去了 结果今天 我问你一件事 假如你是他 我有办法救你吗 人一定要自救 才能够让别人帮助你 如果你是他 如果你是华讯 你觉得我有办法救你吗 我只能带着我会员朋友 说会员朋友 你们想要干嘛 你们去做啊 顺势操作 顺势操作不犯法吧 顺势操作没有错吧 要不然南部城大牌在赏的时候 我要去做空吗 像很奇怪 很多人在赏的时候就开始做空 那现在要跌了 我告诉你会跌啊 应该没有错吧 那至少你也要把这个 多该给卖掉啊 至少你要把这些多单给卖掉啊 对不对 没有空单我就跟你讲没有空单 我也不会说 我没有空单啊 卖高啊 没有空单啊 我也做过多啊 8月20号我跟你讲要做多啊 就是16248点啊 但是上去我知道要卖啊 各位看到没有 我是不是整个行情我都跟你讲得那么清楚了 我说第一次来到这个所谓的高点的时候 台积电掉下来了 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 因为它是源头 第二次到这个高点的时候联发哥掉下来了 你不觉得吗 一只一只掉下来 第三个到这个高点的时候 如果长龙阳明万海掉下来 那第四次呢 继续有股票掉下来嘛 对不对 通通掉下来是吗 它这个地方到最后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嘛 所以我一直常常讲一句话 套牢的人是渴望反弹 好 抓到反弹 我也想办法带你出 可不可以 想清楚一点 没有反弹你出得越早越好 有人啊 卖在199块的万海跟我说谢谢 各位啊 卖在199块的万海跟我说谢谢啊 因为等于少费两只停板啊 好 买200多块钱啊 刚好他最近才进去的 顺势人无欲则刚啊 好不好 反弹是不会赚钱的 全市场都在追反弹 我告诉你一件事 讲这个话是害你绝对不是帮你 讲得很直接 讲这个话绝对是害你不是帮你啊 你认为我假如5月份的时候跟你讲说 1185块钱的联发科可以买 还是2409的友达 34块钱以上可以买 这是帮你吗 同样的 现在假如我跟你讲说这个股票用力买 这是帮你吗 注意哦 会有一些小股票反弹啊 会有一些小股票反弹啊 但是你没有觉得为什么其他的不反弹 还锁不上去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都是小股票 这表示怎样 当然会有一些小反弹 但是绝大多数的在往下跌 你不要在那边抓到一根浮沫就觉得不会沉下去 只有顺势才有办法 逆势东西一定麻烦大了 下游大客户领先大跌空在历史最高点 空历史最高点跟买在最低点一样 其实非常安全 只是你不会做而已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真正的财富指挥官 顺势操作能赚钱 逆势操作钱被赚 顺势而为最好为 逆势而为很难为 请你记录我这句话 跟上我们这场空在历史最高点的股票 让各位能够真正的反败为胜 避凶趋吉 咱们明天见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周周请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股 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涨停板 分担惑力 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 超越市场 局势大师 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三线